上段书 说的是三蜀闹开封 韩章徐庆讲评 三个人 三件兵器 把展南侠困在正中 但是咱必须说清楚 这三个人 也不是都下了死手 南侠呢 也没下死手 一个人敌住三处 打得正在激烈的时候 把包的人给惊中了 包的人纳闷 这前院折腾什么呢 赶紧提好衣服 让丛人提灯开到 包的人来在前院 站在狼眼下 一看 好 就是一愣 包的人一想 这开封府最近怎么这么热闹 几乎晚上没有闲着的时候 卢王已经答应了 去找白玉堂 怎么白玉堂没找呢 这几个人是谁 包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站这儿看着 展兄随打着打着 桃眼观桥 就见红灯一闪 包的人来了 展南侠心里头着急 怎么又把大人给惊起来 这事可不好办了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两旁边的 这当差子就喊开了 啥 别让脚到开封府的人跑了 抓住他 呐喊诸威 你壮生事 偏感这么个时候 卢方回来了 卢的爷 飞身形上了房 居高临下往前一看 把老头可气坏 听说二弟三弟四弟 你们仨太不像话了 你们怎么就能听小虎的呢 索性 他一看这卷里头 没躺着人 那就证明 没有伤号 没有死吧 所以钻天鼠 卢方喊了一声 呆 参张徐庆 讲评 欢不放下兵刃 于兄 大我 了 老英雄喊完了 飞身形 跳到天津当院 可这四个人一听 各拉军器 跳出圈外 南侠收招定士 一看 鲁德哥回来 这个蒋平 那是罪 划不过 蒋平一看 大哥来了 叫放下兵人 哎 我放下吧 乖乖的 把青铜峨梅刺 放下 往那垂首一站 徐庆的 看蒋平的 一头蒋平不打了 把兵人放下 他呢 也把那半截刀扔到地上 哎 不打就不打了 哎 在蒋平那边一站 唯独这 韩章 跟他们不一样 韩章这个人呢 外号叫 韩肘子 他一看这怎么办 撂下 撂下军器 不打 对不起老五 白玉堂 打 对不起 大哥 真是左右为难 他 还有不知道 事情怎么变化 韩章一想 干脆 干脆我回风光楼 找老五 问问怎么回事 然后再说 所以他也没扔兵刃 也就不打了 一转身是 飞身上墙 他要走 展兄非明白 无数地凶 人称大无益 要走了一个 就是不好办 南侠是出于好心 在后的脸子 没意思 二哥 您别走 但这话没说出来 南侠刚往前走了几步 韩章啊 错疑了 他脑子一扎下 心里说 姓展的 你要干什么 我不打的 你怎么还追我 这就叫得寸进尸 我韩章也不是好惹的 由于这个误会 他把刀叫的单手 你伸手蹭 拽出一支主要标 他这个标啊 尺寸又长 分量又足 连标尖上都有主要 一抖手 奔着展南侠的耿嗓 啪就出去 南侠夹了防备了 你没看注意他 一头寒张 冷不定一抖手 南侠就值得不好啊 赶紧把这身子往旁边一闪 嗨 真躲过去了 南侠倒躲过去了 后边有个倒霉的 谁啊 赵虎 赵虎也是好心 跟着南侠一块儿追 寒张 没想到南侠往旁边一躲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这支标 正打在尖头上 这下盯得可够狠的 赵虎披草肉厚 一开始没嚼着怎么的 就嚼着一腾 紧跟着半边身子发麻 胳膊腿都不好使唤 要不怎么叫毒药镖子 赵虎 哎呀一声手 非谁摔倒 手中的兵人也愣了 啪啪啪啪 寒张啊 不知道打着谁 反正准致的这一镖 是把人给打上了 越过大墙 他跑了 一边跑一边心还琢磨 不像战性肺 这是谁啊 憨声憨气的 由于着急 没听真切 哎 又一想管他是谁 晚上离不开开封府的人 算着姓展的找了个便宜 韩张走了 咱且不理 众人七手八脚 把赵虎抬起来 到了前屋进行抢救 人们一看 伤不重 擦破了点肉 带起那么一块肉去 所以呢 也没太理会 把大夫找来 给洗了洗伤口 给包上 由于这是混乱的时候 铸天属路方 拉着蒋平 带着徐庆 一直来到包的人的面前 卢方 卢方头一个跪下 相爷在上 我卢方 最该万死 求相爷 开恩 还不跪下 你们还愣什么 这蒋平跟徐庆挺听话 大师扑哒扑哒 俩人劝过去了 参见相爷 参见校爷 相爷您随便罚落 您咱们处分都行啊 包的人的气 就消了一半 问卢方 老义士 这是谁 啊 我磕头的败笠 这个叫村山属徐庆 这就是翻江属讲评 哦 原来也是二位一致 请提请提 站着 把他们搀扶起来 南侠过来 把哥俩给掺起来 这院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包的人把他们让进书房 屋里灯光掌上 命人现差 蒋平跟徐庆投眼一看 包的人真客气 心里头 感觉到一阵阵内疚 原来这想法 开封府这衙门口这么大 包的人那是多大的官 听说 什么黑笔玉石都插院的长院 元格老当朝一品 太师太保太父 外加十三公 左班丞相 兼任开封府的赴衍 又是国太的育儿甘殿下 剑官大三级 有先斩后奏之权 三口通杂 两口宝剑 法外之法 行外之行 手里掌握着特殊的权力 未及人臣 那还了得 其次这么大个棍 那架子不定得多大的 像我们这臭恋武术的 陆林人 他能看得起吗 尤其有白玉堂 这盏茶 包的人不定怎么生气呢 见不着白玉堂 也得拿我们撒气 结果怎么样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包的人平易近人 根本不提那个茶 所以二叔深受感动 包的人问 你们多大年纪 园记在什么地方 哎呀 显得非常亲近 要给展兄妃叫过来 让他们弟兄 望后团聚 不要因为这点事 闹出摩擦来 南侠那个人多好 嘴也甜 也会来事 小伙子也忠厚老实 这么一解释 二叔更加有无地自容 那么谈来谈去 就谈到白玉堂身上 包的人问卢芳 白玉堂 阴河北道 卢芳一听 把脚一顿 哎 相爷 我对不起您 我这一生啊 没说过大话 就这一次 拉了个蛮工 我只说 三言两语 这么一讲 白玉堂 就能跟着我来 结果 也出乎我的意料 白玉堂 他没来 看来 他心里头 有疑虑 对开封府 对皇上 不相信 大人啊 您看怎么办 就怎么办 他现在就在文光楼 您领兵在队抓他 他也是罪有应得 这种人得寸进尺 太不要脸了 徐庆一听 把大黑脑梯晃 可不是这么的 光我就劝了他多少回来 这小五这个人就有这么个毛病 眼空四海 目无一切 自知有己 不知有人 谁也不行超过他 只要比他能力大 比他名望大 编着方 找人家的毛病 拿展的兄弟这事来说 您看这人若多好 人家又是侠客 又叫玉猫 叫就叫呗 耗子怕猫 这谁都知道 怕就怕呗 本来没人家能力大 他谁得将这劲不可 向爷 抓他得了 蒋平没说别的 蒋平说什么 说五帝 可能有疑虑 求向爷给他个机会 让他再好好想想 别把这个事弄僵了 包的人温平有礼 吩咐一声 排白酒言 给两位义士接风 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 杨平徐庆一听 更过意不去了 向爷 您哪 别费事 我们一点都不饿 干脆还研究 怎么对付这白玉堂就得了 大伙正在屋商讨这事 坏了 有人跑进来了 说向爷可了不得 赵虎赵四爷 伤势严重 刚才丑没什么事 现在伤势发作 人事不行 简直是一条命都要保不住 一提醒 众人才想起 特别是 翻江苏 蒋平 八脚一坐 呀 坏了 光顾我这脑袋发热了 没想到赵四爷这个飙伤 我二哥打的是毒药飙 大概就这毒气发作 包的人一听这闻办 蒋平说 您别着急 我们去看看 大家想包的人告辞 再再且用 等围着赵虎 这么一看 或 就见赵虎 牙关急咬 无关挪移 手抛脚灯 凑着白忘 翻了尖头一看 肿子跟那馒头一看 果然 毒气发作了 钻天鼠炉的也一看 更着急了 老子 你看这怎么办 哎 大哥呀 您还不清楚 我二哥那个人就有个毒气 他打的这毒药飙 非他治不可 别人一窍不通 咱们是弟兄 你就问问他那偏发怎么回事 那解药是怎么配的 他也不说 那这赵虎爷这命不就保不住了 哎呀 这怎么办呢 唯一救命的办法 就是我二哥身上有解药 要要了一包 当时就没事了 那才好使用 那你二哥也不能给 就说呢 我想想啊 别着急 事儿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这这这这这 有的人看着 蒋平也不敢乐 一瞅这位 两头尖 嘎嘎脑袋 溜元的小黄眼珠子 嘻巴啷啷啷的狗妖狐 他这一想事 眼珠这一转狗妖狐 和笨笨之笨 这有意思啊 就见蒋世爷眼睛一亮 有了 大哥 我现在想了个主意 这主意叫一箭双雕 哦 怎么叫一箭双雕 哎大哥呀 去倒解药 或者是药解药 这是一件事 不管怎么的 把药咱们拿回来 就命要紧 另外 如果我二哥和老五 他们两个人 领成一股伤 这事儿很麻烦 你想我二哥又有能耐 又会打毒药镖 他跟老五最好 还最听老五的 那么白老五到了现在 身边没人 就得利用我二哥 他俩是鱼帮水 水帮鱼 要跟咱老爷做对 一半会儿 还真出不了头 所以我想了个主意 所以我想了个主意叫撤水拿鱼 水就是我二哥 鱼就是白老虎 非得把他们两个人离间开 这事儿才好办 那宿地 这个招怎么办呢 你说一说 赞巴达 我回文光柔一趟 弄解药这事儿 全包到我身上 卢方知道 蒋平足智多谋 这人最有心眼 他要说出的话 指定能办得到 还有一件事儿 哥哥 您听我的 写封信 我怎么念 您怎么写 诶诶诶 执笔准备好了 卢方提笔在手听着 蒋平在旁边给念 等念完之卢方一听 我嘴里 哎呀 四弟 这个词可够缺德的 呀 哥哥 这不是假的吗 这叫撤水拿鱼 把我二哥弃走了 剩下老五这事儿好办了 把老五收响了 咱们再想办法 请我二哥 咱们弟兄 不要凑在一块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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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说 那上子怎么写的 大致的意思是 给韩章写的 说二弟 你建字之后 千万帮我们的忙 咱们共同捉拿白鱼汤 因为白鱼汤是国家的要贩 把它抓住 不管他的死活 咱哥四个都能当大官 我是你哥哥 希望你能听我的话 大日的意思 就这么写的 最后卢方把手戳 还盖什么 蒋平平满意 把这封信带到怀里头 啊各位 咱老爷大哥 我走了甭着急 别看赵四爷 折腾这么凶 解药一道 手道并出 回仇咱们再见 蒋平到了外面 一晃身上房是 三晃两晃 踪迹皆无 安卸众人 等着咱不提 南说翻江鼠 起身请直接赶在 文光楼 等到了楼上 一推这歌声门 进了屋 韩章 白语堂 都在屋 两个人干什么呢 正商一事呢 白语堂 没上开封府 发生什么事 他不清楚 韩章 仔仔细细 向他介绍 当说的大哥一去 闹闹的门一嗓子 头一个就是蒋平 把家伙放下 徐庆庆跟着 把家伙也放下 我呢 他跑回来 跟兄弟你商一商一 这事应该怎么了 白语言一品 白语言一瞪 哼 二哥 这回您看清了吧 我四哥讲评 这个错语 就这么拨东西 他是墙头草 随风倒 哪边方向的 随着哪头 机灵鬼 透灵鬼 小精痘子 不吃亏 七十二个心眼 三十六个转轴 满肚子坏 为什么平日 我们哥俩老计较 我就看不惯 他这行为 这是您说的吧 你看大哥一喊 他马上 把家伙就放下了 转轴就这么快 这叫什么大武艺 那一字得难摆着 还不如散伙就得了 他们在乌正说着 蒋平 你推这格扇门进来 说谁呢 老我 你讲究谁呢 白语堂可没想到 蒋平能回来 弄了个大红脸 当时不言语 把脸往里头一背 我告诉你啊 背后讲究人 这不算英雄好汉 这是属女人的 老娘们的行为 讲究你四哥 你四哥怎么不如东西了 你说一说 大哥说话 我能不听吗 非得跟你一样 一条道跑得黑 不转 满墙 不回头 你就对了吗 哎 韩张 也怪脚都挂不住 四弟 别别别别 都是自家弟兄 不要口角 哥哥 我问你 你怎么回来了 哎 我的腿 我爱上哪上哪去 我说回来就回来 是我也没干涉你别的 我问你 回来干什么 老三 咱大哥 干什么 二哥 行行行 你别问这个 嘿 今儿个咱们哥俩 好好谈谈 蒋平在文光楼 他才骗药 给赵胡治伤